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麻烦我要这一块 也是这一块好一点 黑毛猪这么多部位 哪个部位最好吃 都是请教鑽的 不如让我帮你 这就是第一刀 近住猪的颈椎位置 它的位置比较爽脆 人们喜欢吃有口感的猪肉 就可以选这一块 一只猪只有两个 所以非常之矜贵 适合用来炒和蒸都可以 这就是玻璃肉 看上去就会看到临翅翅 整个棉花糖 香港人看到就会觉得很肥 但是吃下去来说 黑毛猪的肥猪肉就会不同 肥而不利 炒菜切片蒸就最合适的 这一块很好吃 这就是坊间叫的鲍鱼骨 鲍鱼骨就是猪头部的面甲骨位置 这就是面脂登肉 所有动物来说最轻滑的位置 就是面脂登肉 可以适合来煲汤 煲汤出来会鲜甜 有骨香 有肉味 还可以吃汤渣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猪骨 全部都这么正 一月买回去做全炷燕 鲍鲍鱼骨 是一个小鲍鱼骨 你不太欲准的 鲍鱼骨 都不太欲准 不太欲准 你只好